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错 我一样 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也吓了一跳 后来我问过咱们的同事才知道 这都是少依鹏营造出来的 究竟她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我不用多说 你应该明白 我明白了 我都明白了 安雪 我口口声声要你对我们的爱情有信心 没想到我竟然为了一张不真实的照片 而怀疑你对我的爱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们承认过要厮守一辈子 你不能嫁给少依鹏 你要等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后 奶奶 奶奶 我这辈子认定你了 所以你要坚持下去 无论遇到任何困难 相信我 我一定会等到你出来的那一天 想不到 我现在出来了 你却要嫁人了 老天爷你对我太残忍了 郡朝 原谅我 为了瑜伽 为了我爹妈留下的面分针 我必须违违我们的誓言 嫁给一个我不爱的人 对不起 艾萱 我祝福你 你一定要得到幸福 艾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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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紫 Rib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爱雪小姐 该准备了 该来的 还是来了 漂亮 真是漂亮 从小到大都是个美人披子 我敢说 经过这么一打扮 我们爱雪也是全上海滩最美的新娘 要是郡超在 就好了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不想那些伤心事 从小到大 二太太都骂我是扫把心 谁跟我在一起 谁倒霉 那时候孕之妈妈就安慰我 让我别管别人怎么说 永远不要怀疑自己 对自己要有信心 可我已经照妈妈说的去做了 为什么连瑜伽都逃不了厄运呢 孩子 委屈你了 是瑜伽对不起你 许妈 是不是我和郡超太幸福了 才会遭来天祸呀 爱雪小姐 你是不是后悔了 如果你后悔的话 趁着还没有上洗车 反悔还来得及 我就不相信 少家会用强硬的 少家帮我们保住了面坟场 做人不能没有诚心 爱雪 少家的洗车马上要到了 少于两家为了这次婚礼忙了好几天 我能后悔吗 能吗 可怜的爱雪 你的命怎么这么苦 老天不开眼 面坟 太美了 你感觉不开眼 很可怜 老天 啊 啊 是 一位小子 一位小子 好 啊 好 来 和这不见了啊 好 这一份机会我们去 好 这一份机会我们去 好 这一份机会我们去 要来整个女士啊 这还挺不得死的衣服 好 这一份男孩来了 我儿子这一打扮起来还真是俊丽 难道我平时难看吗 哪有这么自己表扬自己的 一鹏啊 你可跟妈说了 你去哀雪进门之后就把心给我收回来 知道吗 知道了 妈 这时辰已到 快去迎亲吧 好了 好了 汽车在外面等着 出发吧 好 走 好 好 不好 报告 监护民报 昨晚日本人已经跨过虹口 朝渣北方向开来 集合部队全面备战 没报 看报哩 看报哩 没报啊 看报哩 看报哩 打天地 伤多的 把演藏不动 不知道 薰输 擦摆 vir истор 你看看我 她都已经要嫁人了 我才看这些心还有什么意义 只是心痛而已 郡朝 有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你不看不听 才会造成遗憾 你心里痛 就代表你很在意艾雪 那就更应该看哪 郡朝你是干记者的 你应该明白平衡报道的重要性 你不能单凭你单方面的决定 就在爱情上判艾雪死刑呢 好 既然你要判她死刑 那你至少应该给她一个申诉的机会 不是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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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好 郡朝 这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 我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交到你手里 也许她的命运跟前几封信一样 默默地被退回来 但是今晚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就算你不想看 我还是要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 瑜伽现在面临破产 如果要挽救瑜伽的产业 唯一的办法 就只有我嫁给少姨鹏 在我出家之前 我多想再见你一面 哪怕是一面 哪怕是一句话 爱雪 不 爱雪 是不是所有的误会都来自于这一章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错 我一样 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也吓了一跳 后来我问过咱们的同事才知道 这都是少姨鹏营造出来的 究竟她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我不用多说 你应该明白 我明白了 我都明白了 爱雪 爱雪 我口口声声要你对我们的爱情有信心 没想到我竟然为了一张不真实的照片而怀疑你对我的爱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们承认过要厮守一辈子 你不能嫁给少姨鹏 你要等我 我心里是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奶奶 别人家家孙女都是开开心心的 我孙女的这门婚事 是用她的终身幸福 换来大发这块潮海 全儿 奶奶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奶奶 别说了 不 我要说 我一定要说 我再不说就没有机会说了 今儿你就要嫁出去了 奶奶一定要把心灵话说出来 雪儿 奶奶只要你知道 奶奶眼睛没有想 也不是没心没肺的人 你为我们瑜伽所做的一切 奶奶都记在心里 看在眼里 现在 奶奶不知道要说什么 只要跟我的孙女说一声 谢谢你 奶奶 你别谢我 该说谢谢的人 应该是我 雪儿 奶奶 你不愿奶奶吗 你从小到大 是奶奶把我收留了 妈妈栽培了我 我是吃着瑜伽的米长大的 我一直想有机会 回报给你们 也许 这是我唯一能够回报瑜伽的机会 谢谢你 谢谢你